虽然今年新鲜香的梅花开了很烦 不过在会期是去堵到落荷和核流 让味香无法出来摧蜜 在梅花也能处减酒到中分的机会 让今年的梅花比起公年 正常的山梅是减酒这么多 免耍三年的山梅都减酒 也让人民市顺其参丢 新鲜香荣花观光 探到梅花也没进行采收 关键来进行收集的工作 虽然出机订的梅花 看起来今年梅花应该是大风修 但农民由头隔边的说 今年比起今年收集好一些 但比起正常的翁年 其实也是大渐散 就是6号、7号 这有年少路两天的大火 所以招呼的人都比较不太好 过来就是什么 中旬的时候 一月中旬的时候 有两三坡寒流很冷 所以这个蜜蜂都没有出来 但是就是变成没有办法受粉 所以今年比去年可能好一点点而已 如果比正常的可能少了三四成 新鲜梅都表示 最近是农民嘟到年三年梅子减散了 看天吃饭实在是很无奈 新鲜梅花虽然都有受感激励 变热烈的变烈 但三种大渐影响介绍体现 农民是一点都笑不出来 这就是没有一定很清晰的 算是说今年青鲜一定都很清晰的 介绍一定很好 生很久了 你介绍得好保不回来 青鲜梅也是一个很贵的 在前几年量减产 我们的一个库存也消耗的一个 已经殆劲了 所以我们在今年来讲的话 势必就是我们这个梅子的一个产量 包括我们外面的一些密件厂 也都会一窝蜂的一个 极力的在抢货 所以我们在量的话 我们尽可能就是希望说 我们这些16个产销班 大力的一个配合 梅子三両大渐 介绍营处压关 影响消费者就是梅子三品 可能起购 梅子万钢手是车面最方便 为了梅子都好 稍微提高收购的介绍 但梅子三品介绍 没营处来起购 记得节目转参考博度